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安迪讲故事 今天猪爷爷让佩奇和她的小伙伴呢去寻找彩的 话说是有惊喜哦到底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和安迪一起去看一看吧 猪奶奶猪奶奶猪爷爷呢 她说今天要陪我们一起玩游戏 嗯是这样的小朋友 猪爷爷今天突然有事情来不了了 所以今天猪奶奶陪大家玩怎么样 可是猪奶奶猪爷爷明明答应好我们了 要陪我们一起玩的 佩奇你要听话 猪爷爷可是大人了 她难免有时候会有自己的事情需要紧急处理 佩奇你要听话乖乖的 猪奶奶可是有惊喜要给你们哦 真的吗 嘿奇怪 这样小朋友们 在这片园子里呢一共有五个彩蛋 只要你们找全了五个彩蛋 猪奶奶可是有惊喜的哦 真的吗猪奶奶 那太好了 我和小伙伴们都去找彩蛋了 好的 千万要小心哦 猪奶奶在这里等你们回来 嗯 好的猪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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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里有个彩蛋 还是一个黄色的彩蛋 我这就拿给猪奶奶 我一定是第一个找到彩蛋的人 没错 这就是彩蛋了 彩蛋 蓝色的彩蛋 彩蛋呢 这是什么颜色的彩蛋呀 不管了 先拿给猪奶奶 孩子们 你们这么快 就找到了四个彩蛋 佩奇呢 怎么还没有回来 嘿 猪奶奶 我没有找到第五个彩蛋 我是不是很笨呀 佩奇 猪奶奶可以给你们一点提示哦 第五个彩蛋就在我们身边 咦 就在我们身边 那我要找找看 嗯 这里都没有 大树旁也没有 咦 奶奶 就在你身后啊 嘿嘿 我找到了第五个彩蛋 奶奶 你耍赖 你居然把彩蛋 藏在自己的身后面 奶奶 奶奶可没有耍赖 奶奶说 在这个院子里面 会有五个彩蛋 奶奶本身 也是在院子里面哦 佩奇 千万不要只看远方 而忘了身边的东西哦 嗯 奶奶 我知道了 那我们找成了五个彩蛋 会有什么惊喜呢 接下来 要给你们变一个魔术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money money ho 哇 猪奶奶 好多好吃的呀 原来彩蛋 就可以变成这么多零食呀 这可是猪爷爷 早上亲自为你们准备的 你们快吃吧 嗯 谢谢猪奶奶 谢谢猪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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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节目 记得点击订阅 下期再一起来玩吧 拜拜